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高铁技术的完善也是我国对外建交 社交的一种方式 大家都有乘坐高铁的经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疑问呢 就是会有高铁上的工作者向高铁的内部灌沙子 对于这样的一种操作 网上的网友们也是找到了各种理由 有人说这样的做法是为了增加高铁的重量 让高铁在高速的行驶中获得更大的稳定性 从而保障高铁行驶的安全 上面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却不是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 首先在高铁的进行的时候增加一些沙子 确实增加重量 保证稳定性 但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利用沙子的特性 增加与轨道之间的摩擦 高铁一直是速度的代表 在全速行驶的时候 列车会产生很大的能量 这对列车的动力系统是有很高要求的 速度提了上去 但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速度能够准确的降下来 也是特别的重要 这同样也是一个难题 而在增加了沙子之后 摩擦力增加 在需要减速的时候 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以上才是这种做法的最终原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呢 尽管我国的高铁技术十分强大 但是发展到现在这么完善的地步 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些成果都是技术人员 研究人员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所以作为这项技术的受益者 我们要对他们保留足够的尊重 应该感谢他们 让我们享受到如此的便利 大家说对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